10月20日至21日,40多家來自海外主流媒體記者齊聚台山 圍繞我市的海洋文化、鄉村振興等進行實地採風 今年的交流活動主題是 訪沉橋鄉記憶激發濱海活力 媒體採風團深入川島、斗山等地 深度品鑑我市遠遠留長的海洋歷史文化 讀具特色的濱海旅遊資源 記者用鏡頭和筆密記錄下每一個精彩瞬間 在上川島大洲灣為止和海斯博物館 來自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媒體40多位記者 近距離感受台山海上絲綢之路的風情和魅力 館內保存的水師緝妖等古代航海書籍 以及明代的外消磁器吸引了媒體記者的關注 通過參觀海事博物館才覺得山山島出來是旅遊島 在古代的時候它還是一個貿易島 在古代中國對外貿易中 持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這個山山島應該說是非常有旅遊開發的價值 採風團一行 縱實地走訪了市銀信博物館和華僑文化博物館 深度了解我市華僑文化和歷史 館內的橋批記載了老一輩海外僑胞艱難的創業史 和濃厚的家國情懷 不少媒體記者被這些家信中的內容所打動 在參訪的過程中 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台山級的華家華人 無論是對於中國的建設 還有整個台山的經濟發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我們還可以感受到他們感慰人間的勇氣和精神 以及他們強烈的愛國情懷 作為著名橋鄉 我是擁有豐富華僑文化旅遊資源 使華僑文化博物館 斗山浮雨村 黃江村等橋尾十足 各具特色的採風點 令媒體記者領略橋鄉魅力的同時 感受台山美麗鄉村歷史街區的華麗蛻變 昨天上午 我是在廣海醫院開展2020年度關愛功臣送醫送藥活動 市隊役軍人事務局邀請廣東省第二榮軍醫院醫療隊 為我市一百多位殘疾軍人 列宿、老服員軍人等重點優附對象 以及部分困難退役軍人檢查身體 看病送藥 都紅包 光臨 並且保護 本地